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诶 现在正在把我的这个 变身悟空给旗仙拆绝景上去啊 哇 整天放着一直没有去动它 嗨嗨嗨 直接已经是 达成最后的阶段了 非常的帅气 诶 这个闪耀着在配色它的那个特殊帖子 感觉很棒 然后当然就是直接练到满 因为数属性有够多的 直接升 嗨 了解した 啥 必殺技最大 这张真的是 极限再上来三枚属性相当的高啊 攻击力直接破2万了 根本就是LL等级的 有没有 哈哈哈 然后攻防无限上升 呀 有啦 有啦 自身的攻防110% 然后极限的敌人攻击10% 气力加3 然后 攻击10% 然后防御力40% 这样子 一路升到 一路升到那个超蓝阶段 就是一点一点的往上踢啦 诶 减伤就 一点一点的 一趴一趴的那个慢慢的增加 然后来到最后就是一回合攻防上升 超级特大伤害 然后再给超高确立的气绝 然后这边的话 自身的攻防150% 极限的敌人攻击10 攻击极限的敌人10 气力加3 攻击力200% 然后收到伤害25% 最后就是一回合 气力加10% 然后必定会新发动 我的连接虽然说全部练满的 但是 诶 来到最后的阶段 因为 它的 最初死的时候是零战 然后最后变成短期的 真的是 头很痛就是了 哦对了 对了对了 我自己还没把它的那个路给开完 先来开一下好了 因为有建议它那个 开路过后特别高 所以我就开加工这一边了 因为它的防御力已经是 不让人担心了 所以我就拿来加工就好了 走这一边的话是 攻击力数会比较往上走 至于这个 技能力的话 我暂时就要去动哪边 我暂时还没有决定 到底是要弄它 给它什么东西会比较好 连击啊大概是连击吧 连击拉到20左右 然后 应该不用到20啦 可是就至少要拉上来就对了 首先就来选择一个极细的关卡 保证它的气力是绝对有的 龙珠历史 那这边就我最喜欢打的啦 在哪里呢 VS 强敌赛亚人 诶 先打布罗利 咳咳 然后这边的话 我这一轮是打算先带一下神赤眼啦 至少就是 诶 极翼悟空 极翼悟空跟它的那个相性会比较好 至少在气力方面啦 虽然说加成上可能没有那么理想就是了 不过至少至少在气力方面 我们是可以解决的 OK队伍就是这样子 160%的队长技啦 也算是蛮不错 虽然说没有到最顶的170% 好 直接 Let's go 老实说这个关卡的话 数量不是很多耶 有点不知道它撑不撑得住它变造完啦 嗯 离得有点远 但是没关系啦 先让悟空自己一个人 擔当这样子啦 OK 就是这么个样子 等一下 只有一个超级战 麻烦一下 不过当悟空在攻击的时候 会加三气嘛 面对极细的敌人的时候 OK可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等一下就直接开始 然后现在初始有一个40%的普助 然后连接只连到了一条超级战 直接12万的防御力 相当足够了 相当足够 OK 就是这么个样子 Yeah 攻击看一下只有一个超级战的情况 285 诶很够耶 很够用了 老实说这个 这一个段落真的是非常够用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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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属必杀 21%的减伤 诶 轻松 啊 不过被打了6万还是有一点点痛啦 不过在 这一个关卡的 龙兔历史的时候 对面的攻击力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高了啦 所以 还在接受范围内 不过是最足的 牌图 用这个死人的狂子 帅 可惜没有定期 哈哈 这边的话 暂时就这么的走法 就好了 相当的小 然後好友那邊就移過去跟我的變身路走在一起 先等悟空變身到玩的時候才來開道具好了 來看一下現在開了一回必殺然後兩個普助 衝太快了兩個普助17萬了 全部可以開罩就好 又是先攻必殺 不過17萬再配上22%的減傷 8300已經是完全壓制得住了 在這種不是克屬的情況下 非常棒 不過在連擊方面就表現到不是很好 就跟平時用變身弗的時候是一樣的 在它變完最終階段之前 都沒什麼要連擊的 等到變到完了過後沒得再疊的時候 連擊就很喜歡就打出來了 不過在這邊情況下連接現在還是一樣 只連到一條那邊是比較可惜的 這邊的話就隨意怎麼走都行 沙特 蛤 被打中了 70%的迴避能力 果然不能依靠 喔齁 死了 OK 超神階段 來到超神階段其實也沒什麼好怕的 因為我們的極悟空是可以給那個 連接上 短期跟超級戰啊 只有兩個連接 老實說是有一點點的坑吧 還有一個鬼牌氣功 還有一個鬼牌氣功 這邊的話怎樣都是OK的 其實就不用講那麼多 這個 剛剛 三個連接 一個普助 18萬的防禦力 非常的足夠喔 超級足夠有沒有 這個就算是打到後續的 我相信都蠻 蠻可以的 不過當然這邊是因為有極細的角色 如果沒有極細的角色 在初始的防禦力會稍微 比較 會更低一些 不過問題不大就是了 好 這個是三百七十 這個是 已經打完了 剛才沒注意到 OK吧 完全沒注意到超神已經開完地殺了 實在是有夠快 可是要做時間挑戰的那種關卡的話 這個變身悟空或者變身佛物都不太適合 因為他們變身真的是會蠻吃時間的 雖然說他的必殺動畫是 有的救回來啦 可是 還 那麼的好 你真的是會變很久一下 還 70%的減傷 有 不過老實說六周年的這個 極悟空跟最新出的這個超賽悟空 極悟空主要的贏點還是 在於他的這個 70%的回避能力啦 可是攻擊上限跟防禦上限的話 還是超賽悟空會比較好 在長期戰的話 超賽悟空絕對會更好用啦 可是短期戰來說 極悟空啊 不過在戰鬥路這種方向 極悟空應該會更加有失 啊 被鎖了 不過沒關係啦 來到紅神階段就是有 神刺炎 短期決戰跟超級戰 連起來是不多啦 不過有一個普助的情況下 防禦力22萬 還可以吧 還行還行 然後 這邊就這麼個樣子吧 暫時就不開 等最後一回合 等他變到最後的時候才來開 來 哦 453萬 一個普助 非常的猛 然後連接三條吧 算是可以接受了吧 才160%的隊長機 不是170% 還有 額外的 20%的加成 20% 20%的機會 這樣子嗎 這樣子好了啦 反正 被打掉血量就被打掉血量嘛 也不是什麼太大的事情 哈哈 只要不死就好了 直接把那個奇異悟空 往下移就可以了 哇哇哇 這個 也不明顯太痛了吧 超過我不給力啊 至少必殺不是對著他來就好了 後面兩位都 扛得住 四百萬 四百萬 只給 OK 最後這一個也是有到350萬的傷牌 欸 現在的悟空系譜真的是越來越強 有沒有 你看隨著這個變身悟空的 極限J 全部都是兩三百萬 四五百萬這樣起跳的 啊 來啦 靠勒 哇 Blu打 欸 欸特效不錯 其實蠻少機會看他變成這樣 欸來到這邊的話 神刺眼 精益的速度 然後超級戰 三條連結 不過蠻可惜的啦 神戰士啊 超賽啊 這些就連不到 三十萬 不過這邊是因為有兩個 兩個普助的關係啦 所以這麼強是很正常很合理的 那麼接著嘛 就 直接走啦 開走 看一下這一回合必定 會心的悟空 五百二十八萬 連結也是有三條啦 神刺眼加超級戰也是差不多有 達到三十 三十? 三十幾啊? 神刺眼好像是15% 好像是35%的那個加工 嗯 怎麼說呢 就 我把他練到這麼 練滿連結 結果他的連結 大部分連不到 這一點對我來說是很坑的事情 虧我還把他給練到這麼高 咳 這邊的話就 稍微啦 讓 之屬的極悟空活動活動一下吧 反正都打到這個階段了 然後 變身悟空的基本能力其實都是 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在 比較好的情況 可能跟那一張 歷屬的寄王拳悟空 那個超然寄王拳悟空 做個連結 可以達到72%的攻擊加成啦 可是在前面的三個階段來說 超一超二的情況 沒有短期對接的情況下 就比較難熬一點 可能會開不到必殺 如果對方不是集氣的話啦 所以很需要普助來救啊 上一輪的話是兩個普助嘛 這一輪 四條連結 精益的速度這邊是沒什麼影響啦 只是加防罰了 然後短期對接這邊是多了7%的攻擊加成 這樣子的話 省次延短期對接戰跟超級戰是達到 42%的那個普助啦 可是多了 雖然說是額外多了7% 可是 因為少掉了 一個40% 30%的普助啦 所以 攻擊能力可能就 沒那麼頂就是了 我也是來看看一下啦 一個普助 連結 42%的攻擊加成這樣子 放一點的話差不多30萬啦 因為有普助的關係 這個就 不用太去看了 反正絕對是硬的 哈哈 絕對是硬的 OK 幾乎光 帥喔 喔 必殺來了 不過輕鬆啦 完全就是 沒什麼壓力 不過打了蠻久的有沒有 都看過都快集滿了 好 也是有510萬上下的 攻擊能力啦 算是蠻優秀的啦 在這個500萬的 階段 有普助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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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普助的話 他必須要跟那個 隸屬的 既往前悟空 他才能做到 他才能做到這個 500萬上下的那個 攻擊 怎樣都行啦 所以回合 直接兩個加攻 倒去傾下去吧 啊 多看木 啊 OKOKOK 多看木 在這邊花掉也行 欸欸欸欸欸欸欸 欸欸 spark 好像打得有點久喔 呵呵呵 不過下一Round應該是可以非常輕鬆的解決吧 好 40%的普助 然後再加上兩個加攻倒擊 應該是有機會破個 650萬啦 650萬應該是跑不掉的 我相信 呵呵呵 而且還是克屬 還是克屬 還是克屬 這麼個擺法來看一下 現在是 26萬 26萬的防禦力 然後 沒有精益的速度 如果是有精益的速度的話 可以去到27萬 會多一個5%的加攻 不過這邊的話 我打算這麼棒啦 反正那個 沒有太大的影響 然後我們兩個加攻倒擊 給它傾下去 欸欸 因為敵方是極細的關係 所以 攻擊200% 防禦力150% 就跟 我們的 這個 之主的極悟空是 同一個等級的啦 只是 極悟空可以無限敵 就算變身了 他還是可以極細敵 這一點真的是非常優秀啊 比起這個變身悟空還更加優秀 而且他的連接更加容易 哦 740萬 竟然可以達到740萬 只不過是多了兩個加攻倒擊 超出我的想像 我原本以為650萬就是頂天的 哈哈 OK的 OK的 還不錯 而且還把灰心打出來 這樣子的話 這一張悟空的評價 我是相當高啊 能扛得住傷害 傷害也不錯 然後 降低他評價的方面 就是連接真的是太爛了 我真的是 我考慮了很久了 最後我還是決定拿神刺炎來用 對了 因為是神刺炎 只有160%的情況下 他可以額外再 多加20%的攻防 所以 740萬還不是他的極限 可能可以上到780萬左右啦 當然 前段的疊攻防 也是一個 要素啦 如果沒有疊起來的話 就沒辦法啦 殺 喔喔喔喔喔 好痛 頭部 你越來越扛不住傷害喔 還是原本就扛不住了 對他實在是沒有太好 太多了 太多了什麼影響 最近很少用 在他剛剛 極限在的那段時間 他的防禦力 十出萬是很夠用 可是四套如今 他已經用不了了 OK 那麼就讓 啊 這隻極悟空嘛 剛剛說 覺醒之後 攻擊也是200% 而且防禦力 有100% 他這張很強的點 就是自己的 氣力加3 所以根本 就不用怕 氣力不足 這個問題 只要把攻擊連接 全部連上來 他就是忙了 然後 因為有這個 極悟空的存在的關係 我們的這個 六周年極悟空 所以在連接方面 也是很 很漂亮 都是戰力 這次的極悟空 基本上是出來 打醬油 那個素組 陸總緣 沒有什麼特別讓他發揮 就是 嗨 嗨 最後就是要被硬打 不過沒關係啦 獅子 700萬 也是10k 而且這一張極悟空的話 他的攻擊次數 其實沒有到特別多 可是他拉得很快 很強 很強 真的是強 悟空細埔 你看這邊這幾隻 全部都是超級強的 隨便便便 就700萬 500萬 700萬 這樣子跳 蠻爽的啦 蠻爽的 這種 真的是加強很多 對悟空 悟空細埔來說 這邊打的是特別慢 因為是慢慢打嘛 一點一點看下去 整體來說是好用的 就 希望 有那個角色啦 出來 連結會跟這隻 變身悟空 更加的 mash一點 要不然真的是 會蠻吐血的 前面兩個段路 跟後面三個段路 三個階段 是完全不一樣的連結 那個真的是 偶爾會用到吐啦 哈哈 OK 就這麼個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 變身悟空 這一次 開了山路的變身悟空 戰鬥能力就是這個樣子 非常的強患 之後考慮一下 把他拿去 飛機大鑽來實看一下 在沒有 極細的敵人情況下 攻防150% 看他們發揮到怎麼樣 OK 那麼這一次的視頻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還沒訂閱的朋友 麻煩幫忙點個訂閱 謝謝 喳 またね またね